很多朋友在运动的隔天之后会有肌肉痠痛 俗称叫做铁腿的情形 其实你如果真的是产生了乳酸的话 在运动的当天身体就会消化掉了 在隔天肌肉痠痛其实叫做延迟性的肌肉痠痛 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 当然你平时练习量要够了 再来你运动了玩了之后 当天要做足够的伸展运动后的伸展 这样子可以解决或者是减轻延迟性肌肉痠痛的问题 我们现在开始示范的是大腿前侧肌肉的伸展 开始的时候我们坐在地上 然后两只手放在身体后面 接着把屁股给腾空起来 来双手往前走 往前撑 把身体打直 然后我们的臀部坐在我们的脚跟上面 持续30秒钟之后 然后再换腿 大臀肌的伸展 大臀肌的伸展 是我们坐在地上 先把一只腿撬在另外一只腿上面 然后再来是臀部腾空 用双手往前移动 直到你的脚靠近身体 贴近身体为止 维持这个动作30秒钟之后 然后再换腿 也持续这样的动作伸展另外一边的臀部肌群 脚腿的伸展 我们可以趴在地上 双手撑起身体 接着一只脚腾空 搁在另外一只脚的后脚跟上面 在地上那一只脚呢 脚跟下压 尽量下压 维持这个姿势也是30秒钟 之后再换腿 大腿后侧肌群的伸展 我们可以站姿进行 先交叉双腿 然后缓缓地把上身往下压 这个时候两只腿的膝盖都是略弯的 然后尽量身体 尽量往下压 最少要到手指 碰触地面为止 坚持这个姿势30秒之后 然后再换腿 运动后好好做我们刚刚介绍的一些伸展的动作 让身体的体液能够做适当的分配 能够让运动产生的废物能够排除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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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